哈喽,我是蛋糕师小贤贤 昨天炫了一个4寸的小蛋糕 又吃了一个爆辣的土豆粉 于是第二天,我又开始做起了三明治 虽然我这个三明治沙拉酱放的有点多,也不减肥 但是对于那些炸鸡呀,麻辣烫呀来说 算是比较干净的食物了 最主要的是现在学员都走了 又剩我自己一个人吃午饭了 在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吃一份三明治是最好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动脑子去想吃什么了 把鸡胸肉和鸡蛋放烤箱里边烤 鸡方便又没有油烟,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包三明治的时候下面垫一层保鲜膜 切开的时候会不脏手吃的时候也方便 之前店里还卖甜品的时候 这个三明治也是在我的菜单里的 现在不卖了,我就做给自己吃了 中文字幕的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